韩国官方表示,韩国空军于4月12日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进行了一次空中加油演习 在空军发布的一段画面中,KC-330空中加油机以每小时530公里的速度在空中给战斗机加油 空军表示,KC-330空中加油机每次可以为最多15架F-35A战斗机加油,从而使这些战斗机能够再飞行一个小时 最近,韩国与其盟友之间的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,引发了朝鲜的强烈反应 平壤在最近几个月里加强了武器测试 4月13日,朝鲜发射了似乎为新型弹道导弹的武器 季节多变幻,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,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,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加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,还有孩子的防护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,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小生医疗中心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lmo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站 详情请咨询626-286-8700 散任 能熟 我们的缫护 tor 炼 们 感谢观看